大家好我是DK 欢迎收看DK全脑交易打造胜利方程式 相信今天不少人胜利 我知道很多股票跌了 台积电跌了30块 鸿海跌了2%多 联发科也是大概跌了有4-5%左右 这个指数的压力非常的重 我这边写台积鸿海下跌掩护 三灯鸿家军勇往直前 杨诚有威科正达剑翰红准光洁 今天红准没有涨 这个杨诚我上礼拜也跟大家提 等一下节目都跟大家带 有威科早上很凶悍没有锁住 正达没有锁住 这个三个灯今天都有撞到 但是都没锁住 没锁住就没锁住 好不好 剑翰今天开高走低 好台积电这个看一下 DK放了一个红棒上去 你以为我会放黑棒的 不要 我就不要放黑棒 但是它就是黑棒 千元之路还没来 它今天没有影响到一些股票 中小型的钱很多 没有被它影响到 它下跌 钱出来 你没有发现 台积电鸿海联发科一起跌 很多股票好像买气蛮强的 如果你有在贴盘 你应该就知道 奇怪到底是谁在买 大盘今天量4900多亿 贵买的指数虽然是跌了1%多 但是它的量能也大概在1000亿左右 并没有放很大 我这边写台积电 台积电我带一下就好了 这个红K 我觉得 你当他休息一下 千元之路慢慢走 好不好 我说慢慢走 DK说慢慢走 月线大概在900多附近 它的库长股 应该还没实施完毕 虽然那个不足以为轻重 这千元之路 我听到不少人在讲 绝对就是说 身边的不管是不是有在股市的 大概都额有所闻 台积电1000元没问题 没问题是你说的 我是希望可以 期望值 我常常在讲 如果没有怎么办 这个你要放在心里思考 这个很客观的 不是说我们用想的 用期望的 用喊的就会出来 那就是骗你 好 贵买指数 我今天画了 创高了 上礼拜五创高 今天黑K 下来 没有带量 慢慢跌 我估计明天还要跌 不能跌 只能不能跌 休息 你看他走这个多头这么久 如果今天有分医师跟你把这个拿来说嘴 我就很想讲 这谁看不出来要跌 这谁看不出来要跌 股票全面跌吗 我们等一下来看 股票全部跌 有吗 强的很多 你不要没有看别的股票 你就说 这个盘很恐怖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我等一下给你看 我早上发什么 好 这个节目有跟大家带的 跟赖 就是分享给大家的股票 给大家看 今天正达 杀有涨停 有一颗也锁了蛮久的 再来是阳城有碰涨停 这个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问题啊 因为你知道系统性风险就是全部杀 全面杀 通通杀 还有啊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系统性风险 你闪不掉 你不要想闪 你只能控制你的亏损 而且他一跳下来 他是没有什么机会让你闪 跳400再杀400 再杀400 他是可以这样子的 对我来讲那就是系统性风险 你犹豫一下就是跌600 800去了 你有做过期货选择前 你应该知道我说什么 今天这个盘啊 很多股票涨 很多股票后来开高走低下来 这个有人在背后有一些主力在做动作 他不是出勤啊 他是买进哦 我跟你讲他是买进哦 暗表超客 我盘前的讯息就告诉你暗表超客 交易不可以存在害怕 你可以一路以来都强调这句话 你心里只要有怕你不适合交易 分析师跟着怕真实状况就是你根本不会 或者你根本没有在交易 你根本没有真枪实弹在打 你带会员做股票不可以这样 我认真的 你带会员做股票你自己要有做 不然怎么做 不是拿捡别人的来用 我讲到这个我就讲到我的贱汉 你知道DK什么时候开始喊贱汉吗 什么时候开始讲有微科吗 他再给你看日期 好不好 跌我一样给你框起来 没有闪 凯玉尾盘快跌定盘 跌定盘怎么样 跌定盘好啊 他涨多少 不能一直跌定盘 你要控制 你要规划 好不好 来 早上的讯息 6月24号大家找我是DK 9点16分 盘前的我就不贴出来给你看 盘中开盘没多久啊 我说DK没有要你居高思维 我不会跟你讲这种话 我不追高 我不跟随热门 我要思什么维 我的股票都在下面 跟你慢慢的带 慢慢的推进 要杀什么 那已经两万三千多点 这样上来都没涨到了 你还杀 这就是我常讲的 你通通涨台积电 联发哥 红海广达 其他都不会轮到 我不敢做股票 DK不要做了 是这样吗 你有没有发现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拉起来 可是他们都跌 他们跌你怕什么 谁告诉你 股市是要这样来看的 你不做指数啊 恐怖 恐什么不 不要吓投资人 你代会员一直做强势股 大盘风一来 你买的成本这么高 一摔就二三十%下来 当然恐怖啊 你不能带会员这样子做啊 你做那个短trade的话 你要贴盘贴多近 会员要跟你 跟着多累 不用上班吗 你这是英国关系 自打嘴巴 我早上讯息就这样写 9点16分 先加入小老鼠 DK525 好不好 很重要 我的讯息都是我亲力而为 自制租基的盘杆累积 分享出来的 对我来说很珍贵 看得懂的人来讲 会觉得更珍贵 好不好 我说开盘以后 贵买指数再拼盘 为什么不跟着杀 开盘不是跳200多吗 就杀下来 你怎么不杀 这买器有进来啊 虽然后面跌下来啊 因为价钱指数没有刹车 信心总是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看着指数没有停下来 跟着动摇嘛 这个无可厚非 又不是一口气就下去 400多点没什么 800多点也没什么 就算跌2000点 也还有2万一额 DK要请你准备好 重点是你手上的物件 有没有控制好 好不好 我说眼见为平 我的武器之二就是 用眼睛看就可以了 拿在手上还是5月 有位科开盘没多久 障定办 5月21号 来我这边写什么 我给你复盘了 我给你复习之前 好吧 红准杨成有位科 杨成上礼拜不是跟你讲 主力不想让你上车 然后面带 5月21号 今天几号 6月24号 我不怕你检验 5月28号 再跟你提有位科 杨成 这什么意思 我没有离开 我做的是拨断单 长单 我没有再跟你什么 明天买下周买的 没有 我还在布局 5月24号更早 建汉 今天几号 我谢谢很多老师 帮我抬教跟抬知名度 最近这几天 一直在讲建汉 好多今天报的十四万章 今天报十四万章 我到后面跟你提 人来了 人来我就走了 不然呢 那怎么样又怎么样 没有 我有按我的规划走啊 来5月24号跟你聊建汉 好 前面那个我不怕你回去检验 你赶快回去看 真枪实弹 好不好 月线图的有位科 上周有说啊 我这不能出去 这出去 上面没有乌云造顶 俗话叫没有乌云造顶 他今天创了一个我86.4 后来收盘80块 涨了7%多 没有锁起来 打开了 打开了我就放一点啊 不能错啊 我哪里买的 我哪里跟你提的 加63% 我不跟你胡扯啊 按照我的规划来超过30% 40% 50% 30%我不要啊 50%勉勉强强 40%考虑一下 看看风的强弱嘛 63%不错啦 割一点回来压低原先的成本 还没出完啊 好不好 这有没有玩大的 够大吗 上海比较的节目几号跟你讲 够不够大 我很会找这样的股票啊 杨诚 我说第二档玩大的 25% 来进行一次 好不好 我还跟你说主力12.45 拖拉说涨停 今天涨停没有锁 最高来到46块多 前高左边有个47块啦 接近有一点所谓大家讲的压力啊 一踢就过 好不好 什么压力不压力 我打月线给你看 这有市有涨多少 今天就算再涨3块多起来 市有涨多少 我没有再给你看一点点 重点是过程这么颠簸 你又没有在里面 DK一直都陪着大家走这一段路哦 前面我会一直写 我没有告诉你我结束交易啊 才25%不然要几% 过程而已嘛 那这够吗 55%够吗 吊单叫后见之名加油练起来 我当然知道报单不容易啊 所以我才叫你加入DK军团我来嘛 对吧 你这个你当时那个不叫吊单啊 吊单都是回来来看 后面又涨了 我吊单了 那才你才知道叫吊单啊 当下你出的很好 出涨领板 也没有在涨领板之上给你出了 吊单 你卖掉怎么不对 对啊 但是还有明天后天 继续走嘛 不要讲吊单 讲按照你的规划 我们先收割一部分获利 放你的口袋 你对你自己一定要这样子讲 这样才不会扰乱你的交易 信念跟交易规划 本来就是这样 拿你该拿的 而不是说我又吊单了 我又再去追回来 你会犯这种错误 很多人会 很多人会 他不甘愿啊 明明在手上的时候 怎么又跳了20%出去 我又再把他压满压进来 就变成赌徒了 好不好 DK很了解 这过程啊 好不好 这交易魔障 魔鬼障碍 我是非常清楚的 练起来啊 以后设定 你有获利保护你 不要卖那么多嘛 零股卖卖看也可以啊 今天14万张 可以卖吗 卖啊 怎么不卖 我卖啊 我说卖就卖 平常我说不卖 我就跟你说我没卖 我卖了我就是卖 你要我就倒出来啊 不然那么多张 震荡开始加剧 难免 还有没有 还有啊 这会员中心持股啊 还有啊 还有啊 但是你知道我卖掉以后 现在持有的成本有多低吗 各位数都有 我就说你就变成有各位数的减悍 是的 好不好 6月18号 震荡 肩掌停 没锁住 不用锁住啊 干嘛要一直要锁住啊 不要锁住 你掌不停就好了 棒子打出去啊 一直要灯 要灯干嘛 分泌多巴胺 很兴奋 不用 DK不做这种事情 会员赚钱我就开心了 看到灯就很自然 为什么 平常熬了那么久 累积出来 应该的啊 对我来讲输比较有趣 那个全球传动输了 我输了 认输 存案还在占啊 认输就认输有什么 没有什么啊 停损十几趴 一赚五十几趴 六十几趴 这才符合逻辑啊 6月18号关键第四棒 3149正达 回去复盘 好不好 这个6月18去吧 我真的有抢 今天51%账上 枯成五十一趴 出 还不出 看你的规划 好吗 我写这样可以吗 那天讲这样子 结果这样子掉下来 你看这个怎样啊 我讲完一定要出去 不能 坏球一定要回是不是 我不能等哦 这一棒打出去不就超过了 你看一下 面板啊 红海啊 泛红海集团啊 第四棒打击出去 我这前面有写啊 关键第四棒 现在是有政塔 你怎么知道 DK的能耐啊 你很忙没有办法看 你就交给我啊 有没有 成本哪里画很清楚 给你看 今天带亮出来 今天什么盘 叠四百多的盘 三个灯 四个灯 三个状没锁住 好不好 另外一档不用跟你讲 会员的 三四九零单紧 好不好 我很少提 以前口头有提过 但是我很少把它亮出来 这个盘中就 贴了 还没涨 尾盘拉了一两块 后来涨一块多 还是九毛五 不重要 我很少提 跟有一个阳整一挂 单紧不是泛红海 我一样分享出来给你 成本在哪里 我话很清楚 我不是党党都要端出来 虹家军我就让大家赚翻了 大家就 有做到 你有执行力做的 你真的 我恭喜你 我真的 DK真的恭喜你 我这些免费资业一路上来 我也谢谢其他分析师帮我打知名度 真的 你应该看一下我前面讲什么 大家尽量不要讲一样的 我就会避开 好吗 股票好多 但是我谢谢你 因为股价一直上去 我的会员 还蛮开心的 好不好 25% 过程中 好 这尾巴 加入Lite 小老鼠 DK525 光洁 上礼拜跟大家提 大家提这个 小被动元件 今天一样有表现 本来要冲 涨幅 没有那么多 但是还是涨 好不好 大盘跌400多 贵买跌1%多 你看看DK给你的货是什么 扎扎实实 不是减别人的 和从中间拿来用 一路走来有连贯性 你可以追踪 我不怕你检验 这边画一个圈 6-3 这边画一个底 4-5 在中间 这个是要往上 还往下 做股票要富有想象力 你看这个前面到下 我有跟你提 技术面 还产业面吗 我有跟你提 分点进出 譬如说 哪一家券商进出 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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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有跟你聊 三大法人 外资买卖超吗 没有 我就把物件分享给你 你要不要做 你讲那么多 你不就是要看 哪里买 哪里卖 你要的不是这个 还是你要我讲一大堆 什么扩化石晶圆 还是那个 光鲜 还是要讲那个 静默式散热随忍 还是气忍 你要听 长什么样子 好不好 加入小老鼠 DK525 我持续的在这里分享 好的物件给大家 也不怕大家捡失 好不好 我们下回见 拜拜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 轻松理财